这些罗路都还在花儿的 这期呢带大家逛一下JAPWELL的中央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呢也非常的值得一看 参照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大厅的样式 并且融合了英国和印度北部的建筑风格 使用了大量的红砂盐和白色大礼石作为装饰 无论是建筑结构还是内部装饰都是十分精致的 于1886年底竣工 阿尔伯特大厅本来是计划作为市政厅使用的 后来决定以中央国务馆的名义建成为了 印度国内最主要的国务馆之一 这里的馆藏非常丰富 毫不夸张地说 四大文明古博你都可以在这座博物馆里面照顾他们的影子 今天来的呢就是这边的博物馆 摘普尔博物馆 建筑非常的漂亮 一跳 一个一个完百万 这个是水烟湖 太高级了 看到老乡的感觉在印度这儿 这个瓷器有中国的文史 这边呢就是印度了 印度相关的 一场的精美他们这边的东西 很精致哦这种 好多宝贝啊 然后活不到有一些可能是中国的饮食 这么多宝贝啊天哪 这么多宝贝啊天哪 活的 相当的精致 这边的木雕啊真的相当精美 非常的精美 在看的这个门呢 就如果不到现场看的话 完全看不出来那感觉 就雕刻的非常的精心 好多宝贝啊 现在在印度居然看到了一些埃及的宝贝 想不到 我们现在一下子又穿越到了安吉 我们现在一下子又穿越到了安吉 咦 还有这种小柜子 又可以耶 印度屋呢 我们现在一下子 我们上班了 这种补贝贝 是有时间的 我该看的 凉三分装 我们下巴